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Unity从5.0以后 新加入的一个音频组件Audio Max 它是一个混合器 上节课我们讲到Audio Source组件的output属性没有讲 这个是需要一个输出组件,它需要一个Audio Max的组对象 如果我们设置了这个output的话 我们接收声音的过程就变成了首先从Audio Source 然后输出到我们的Audio Max 然后再到我们人的耳朵Listener 当然这个混合器也可以叠加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程中 右键Create一个Audio Max 我们把它命名为NineAudio Max 这里有一个Audio Max的面板 先来看一下左边这些参数 Maxus就是我们的Maxus的列表 这个Snap Shoes是用来控制我们的脚本切换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脚本来控制不同的混合音效 来切换不同的音效 下面这个views呢 是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用来切换groups可见的状态 它在实际的运行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groups组件 它就是用来设置并播放音频的地方 系统默认会为我们创建一个master的效果器 这边它有三个小按钮 就是三个单词的缩写 第一个S就是Solo 也就是独奏 第二个M是静音 Motis 第三个是我们的直通效果控制按钮 如果把它取掉呢 我们的所有的混音效果呢都不会出现 这个也是我们AudioSource输出的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拖到我们的AudioSource的output上 这样呢 我们声音源的文件出处以后呢 就会先传到我们的AudioMax上 然后经过我们的效果器处理以后呢 再进入我们的Listener 我们呢可以为它加上不同的效果器 比如我们给它加一个回声的控制 Sorry 这个不是回声 这个呢才是回声的效果 我们先把这个效果呢删掉 因为这个回声效果呢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看一下AudioSource里面呢 然后我们播放的时候就会有回声的效果 在我们点了停止以后呢 还有回音一点一点的在消失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可以看见 让我们停止 那这里呢还有很多的效果 大家呢可以一个一个的就进行试一试 我们呢还可以为这个group呢 添加多个混合器 就是我们再建一个混合器 我们叫Maingroup 我们呢给它添加一个简单的低通的效果 这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输出呢 换成这个master下面的自制单 AudioMaxer 这样我们这个音频源会先将声音呢 传到我们的二级的master主件上 然后呢二级呢再会传到它的上一级实现效果叠加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效果 Play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个效果器呢都会有效果 这里呢有一个在Play模式下进行编辑的按钮 如果我们把这个点开呢 它就会在我们进行播放的时候 把我们所调的参数呢进行记住 你看现在呢我们这些参数是不可调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点开呢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效果 我们调一下效果 然后呢它就会记住我们所调的参数 现在我们停止 我们现在呢这个回声还在想 因为我们参数调的太大了 我们把它调小一点 当然这个下面还是可以添加很多的级别 这个效果器上呢有很多的效果 每一个效果呢还有不同的参数 从下面下去呢可以自己调试一下 看一看效果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的进行讲解了 另外如果我们想在脚本里面进行控制这些参数的话 就要在这个参数上面点右键 然后点击这个Express to Script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面看到相应的参数设置 具体的控制方法呢我们会在后面的实例中进行讲解 相信大家呢对这个Max的用法呢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赶快动手试一试效果吧 再见 再见